您好 欢迎收看9月16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周秋节前夕花联各界为了未免国军官兵辛劳 特别由现场徐中尉率领县辖内阁社团 工商企业业界代表组成了113年的秋节进军团 在民政处长明良真 还有军人服务站站长黄中昌的陪同之下 到陆军花房部实施秋节进军活动 中处假期的即将到来 现在许中尉时调下午在民政处长明良真的陪同之下 与县内社团工商街代表一行人前往陆军花东指挥部 来感谢国军在零四零三 零四二三 海风战期间 寻入县内复原的工作 国军人进行建立保卫国家 今年花林县真的是蛮烦忙的 而且真的很多的事情的发生 所以让我们整个工作量倍增 九三军人节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 如火如图的展开 尤其是连续 我应该开了十天的 十天的我们的预算编 编114年的预算的所有的会议 的先期会议 所以时间会已经到今天 今天月明天 我们好像从来没有那么晚过 所以真的抱歉 但是今天来第一个还是真的非常的感谢 无论是零四零三零四二三 或者是七二四七二五 乃至于我们二级开设的时候 都不敢降到三级 因为二级开设 我们很多国军弟兄 还可以进到校 进驻到各项去协助我们灾后的 有一些清理家民的工作 所以我要再一次谢谢大家 那零四零三零四二三 其实有很多花花 雇后子雇二支雇 也轮值了24小时 跟着我们裁除工作一起走 现在许中会感谢国军弟兄们 在中秋加捷人金钟之首 让华林县政府能够无后顾之忧 因为不少国军弟兄 无法返乡感到遗憾 不过也请国军弟兄们 注意身体健康 继续保家为国 记得继续关注到